謝謝梁老師 不知道會不會覺得有點被疲勞轟炸的感覺 我們吳修老師從校長開始講話都蠻快的 真的講起來的話 如果以宗教特質來說的話 我們來講慢一點 比較像大師 我昨天才在聽這個慈濟聖言法師 他在講他們派隊到哪裡去 我昨天就知道帶來到哪裡去 那一個地方去 我講了 你們看 你們小孩子 好窮 好窮 我聽了好感動 我覺得這個老太太好會講故事 事實上我是覺得 如果我們要上宗教新的課程的話 的確是要慢一點 慢掉一點 或者是要感性一點 或者是要甚至於神聖一點 讓他們會感受到那種氣氛 那畢竟這個宗教本身 它不是一個什麼 不是一個叫做我們說 真正是所謂知識性為主的東西 當然是要有知識的背景 可是它並不是真的就是所謂的科學性的推理 不然這就不會叫宗教 宗教跟科學畢竟是有差距 那可是問題是像這樣一個 看不到摸不著 也許還在生活四周對我們來說 還算是蠻陌生的東西 對於在台灣的小孩子來說 最正常他們瞭解的是道教 對不對 道是有談 佛教 廟會 那這些東西 那天主堂 基督教 有時候會看到這個什麼 兩個外國人騎夾子在街上逛啊 然後就看到人就打招呼啊 有一次他們跑到我家來 然後我說剛好端午節 有爸長要不要來一起吃 他就來跟我吃 吃得很高興 然後要我加入他們摩門教 那我就指著我們的 我的牆壁上有一個 我們天主教的標示 耶穌的聖像 苦象在那裡 我說我是天主教 沒有關係啊 來看看啊 我們非常的積極 他們是一種比較 我有一個詞形容 就是侵入性的傳教 是他會直接打到你家裡面來 那基督教一般來說 都是比較積極的 可是天主教來說的話呢 修女最清楚 我們天主教是蠻法則的齁 都是像修女這樣溫文如養 人家不問 我們也不答 非常的謙虛 因為我們了解說 人在這個世界上 絕對不是最大 最大是我們頭上那一塊 是我們的招呼主 所以這個宗教 要怎麼樣來進入到 我們的人生 在我們人生裡面 產生影響 產發揮力量 甚至於化為行動 其實來說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學問 這是要探討的東西 可是它並不是真的叫做 知性的學問 那我稍微 包括我們學校 做了一些東西呢 做一點點介紹 我本來準備的這個 頭影片也蠻多的 可是呢 因為這個時間有限的 一下我們還有別的節目 所以我想我用很快的方式 把它帶過去 各位看得懂看不懂 都沒有什麼關係 大概了解 然後如果需要資料的話 我們再研究 我大概要分五個方向 第一個是宗教 它是什麼 其實剛才包含校長 包含楊老師 他們都做了一些詮釋 那我給他一個標題 關懷人類大家境的愛 其實這不是我的標題 這是超來的 坦白承認 這是別人寫的 我沒有辦法寫出這麼好的東西 可是它這個標題我很喜歡 因為人類 畢竟是一個大家境 不管是黑人 白人 紅人 什麼人 其實都是一家人 那麼如果是一家人 為什麼我們不能像兄弟姐妹 那樣的去關心它 對不對 所以宗教它本身 基本上 任何我們所謂好的宗教 應該都是怎樣 所以我們第二句講 正是人生者的宗教 因為真的好的宗教是什麼 它不是一個悲觀的 消極的 逃避的 我相信修女 雖然穿這身衣服 其實她內心是非常的 像我們身心一樣 這個心是非常火熱的 她是很積極的 需要去做一些事情 想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她穿上這身衣服 所以她放下其他的東西去做 專心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謂 正式人生的意思 那麼宗教它本身是 宗教的情懷它是有力量的 因為如果每一個人 他在他的生命當中 他能夠跟某一種宗教 或者宗教官 還有所接觸 甚至於受到影響的時候 他自然而然就會產生出 我們說 悲天悲燈啊 不要講那麼嚴重 愛護小動物好不好 你看到一個小東西 我昨天才在看到電視 那個新聞裡面 有在美國 在哪裡 有國外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鴨媽媽 有一隻鴨媽媽很糊塗 不知道為什麼會把那個小鴨的蛋 鏟在二樓的陽台 這樣一個水 有點像那個水箱頂上面 結果呢 後來小鴨都伏大了 結果那個鴨媽媽自己往下跳 因為它有翅膀 它可以飛 它下去了 只有十二隻小鴨 一隻一隻小鴨往下跳 因為媽媽在底下敲他們下來 因為如果跳下來的話 那真的是兩層樓高 真的會甩死 有一個人很好親 而且我相信它一定練過棒球 這個小鴨一隻跳下來 它一直接 每隻都把它接住 然後還把那個後來趕到 就帶領他們 帶領他們到附近一個池塘裡面去 所以這個實在是很令人感動的是 它有這樣的心腸 因為我們看到任何東西 我們不會這樣想 好 那麼天主教會 各位對學校教育的觀點是什麼 因為我們畢竟在教育學校裡面 所以我想要把這份 這個東西來做一個解釋 當然各位 也許你的學校不是教育學校 也許甚至於你本身都沒有宗教系 沒有關係 你對這個東西 有一個了解的話 下次大概不會說 啊 原來教育學校 好像都是只會什麼 做彌撒或什麼 只會做一些宗教儀式 因為儀式畢竟是外在的東西 最重要當然就是如何融入在學校中化為形狀 其實我覺得我這部分也不用講 因為剛剛我們校長的簡報裡面 講了那麼多 大家都有點覺得說 啊 被這個也是一種侵入性的廣告 在廣告我們需要 其實不是 實在是因為我們需要 做了太多的事情 是因為我們覺得天主看了說好 這句話我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這是在聖經裡面創世紀天主 他創造天地萬物以後 最後他看了所有東西 他覺得很滿意 所以他說了一句話 好 那因為好 所以我們去做 因為好 所以我們做了更多 因為好 所以我們願意把它傳給別的人 告訴別的人 所以這個基本上 並不是在這裡傳教 並不是知道說 啊 大家來聯繫 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願意聯繫 我們很歡迎 可是其實我們就要講的是說 好事 為什麼不講好道行 對不對 大家一起來告訴大家 好 所以正前面我想解決一下就好了 這個裡面都是一些文字 這個地方是剛才講的 終極的意思 所謂 你們看過課綱嗎 課綱裡面 這個宗教人生裡面 他是要講 其實就是在講我們 宗教人生裡面 強調一個終極 所以終極的意思是說 很多人生的 有失敗 有痛苦 有死亡 那可是呢 很多人他必須去面對 可是如果你去面對的話 你去探討的話 你比較容易藉由宗教的勸導 平安去面對這些經驗 可是並不是完全是這樣 那宗教它是什麼 它不只是心靈空虛的必須封告 或是